Hello 我是李超叔叔 自然正与你书馆 微风前头的暴雨 这什么歌 对 山雀 之前我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弹唱这首歌 然后有谱子 需要的话喊我发给你 那为什么还在拍一次呢 因为这个谱子里面 只讲到了左手的和弦进行 它并没有讲右手 但是比较尴尬的是 我右手是即兴的 你可以喊我发给你 一个右手的原则 有一篇文章 比较长 你要有耐心慢慢看 但是我也可以在这里 做个小小的示范 就是我用四种不一样的方法 来做右手的演绎 第一种可能就是用 就像刚刚用扫弦 自然正与你书馆 第二种就是用拨片来拨弦 自然正与 第三种就是用手指 自然正与 第四种我觉得就用混合 用拨片混合了 好 我一个个来 从扫弦开始 不要 我用手指拨弦开始 预备 来 自然正与你书馆 微风 前头的暴雨 这种比较温柔 你书馆 就生成平衡 忠诚 不明的身体 不适应水 不适应水 请早梅间 把云上 跳跃满游 晚来拨面 拨海风 好 它会比较有这种肉感的声音 就是你用肉拨弦 它会比较闷闷 比较温柔 那你可以用拨片来拨弦 它会比较 明亮一点 自然正与你书馆 微风 前头的暴雨 天歌后生成平衡 忠诚 不惜的身体 不适应水 今早梅间 把云上 跳跃满游 晚来拨面 拨海风 好 你看我用拨片拨的话 它就会比较随意一些 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 美奂和弦 低下一定要拨到根音 如果你不知道根音什么 你可以喊我 发你个根音表 好 第三种我想就全程用扫弦 原本好像就是这样子 自然正与你书馆 微风 前头的暴雨 天歌后生成平衡 忠诚 不惜的身体 不适应水 今早梅间 把云上 超越漫游 晚来拨面 拨海风 其实我弹这个的时候 它已经是属于第四种 就是比较混搭了 那我平常在 不管是演出或者自己玩 也都是混搭 就是说拿着一个拨片 你可以有时候拨弦 有时候扫弦 随着你的心情 还有气氛的往前走 我再试一次 这次我就自由一点 自然正与你书馆 微风 前头的暴雨 天歌后生成平衡 忠诚 不惜的身体 同时饮水 今早梅间 带云上 飘越漫游 晚来拂面 拨海风 好 你有感觉到这四种的不一样吗 试试看